谢谢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 谢谢主席各位好 对方今天一直用比较消极的态度 在面对这场比赛 辩论赛的核心就是要取舍 可是对方却想回避取舍 他一方面讲 我们可以享有元宇宙的各种利好 因为元宇宙是虚实结合的 可是他其实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 我们稍微还是要更多的导向虚拟 那你方给个明白态度 我们在市井赛历史上辩论过 年轻人要着眼大目标还是小日子 要去远方还是回家乡 对方这个意思就是 过好日子就是大目标 因为在外地上学 所以远方就是家乡 可这是我们真的关注的问题吗 你方没有讲过 而对方的通编论证就证明了一件事 元宇宙有好处 大大地好处 可是有好处这件事情等于是未来吗 那核技术没有好处吗 可燃兵没有好处吗 新能源没有好处吗 按照对方的讲法 人类的未来 太多东西是人类的未来 可我方问的就是 如果知道遍体讨论的是 他在人类的未来中要不要有 你方这样的论证是可以的 可世人类的未来 和人类的未来中要不要有 有截然的不同 我举个例子 我的未来是成为一名 可能是研究心理学的学生 那我就没有办法读工程学 我的未来是一名心理医生 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心理产品师 所以这里面的抉择 你要论证的够大 它就必然存在冲突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方论证了技术路线上冲突的必然 我来仔细解释 难道不会反哺吗 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哺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服务于真实宇宙的开采 那这个网络它的峰值 跟你要求人每天能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它对网络稳定的要求 是截然不同的呀 所以这就决定了 我们发展到 比如说5G就够了 你方可能要发展到7G 8G 而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把更多的资源 用在更准确的服务于 现实生活生产力的调动上 比如说互联网家的进一步结合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第三个问题 对方的质疑是 为什么在 为什么在这个元宇宙里面不能实践 对方说 我读电子书能不能有认识 可以 对你自己而言可以有认识 这就是我方讲的 元宇宙今天对于个人而言 是无限的个体体验宫殿 所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认识的增长 可是元宇宙里一切赋予你的东西 都来自于人类的认知边界 所以对不起 对于人类认知边界而言 它是没有办法带来 任何的拓展和认识的 就像我想知道 黑洞的边界在哪里 在这个宇宙里 在这个元宇宙里探索到终点 我永远不知道 而这里面无数对方想象的 就是说的我们有的想象界 无非只是一个现实世界和认知局限内的折射罢了 这样的万花筒需要被打破 才能完成人类的进一步突破 各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90亿光年直径的宇宙中 地球是一个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尘埃 我们有着不到一万年的历史 对于宇宙而言不过是一次眨眼 可如此渺小的我们 对方却傲慢到觉得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虚拟世界 我们可以做这个虚拟世界的主人 不仅在技术和精神的边界开拓上 你方都还没有证明 元宇宙甚至一定程度在消耗 我们对宇宙的这种敬畏之心 元宇宙这种承诺了的无所不能 像对方描述的那样 它有各种非常神奇的地方 像更多人关注的那样 它有各种非常神奇的地方 它其实在消解我们人类 一直赖以推进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概念 就是这世界上存在不可能 只有人类在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现实 和永不满足的规律想象中 拉扯出来的真理 才能让人类文明真正实现 唯有源头活水来 而元宇宙只是一柱牢笼 你永远走不出去 谢谢 好的 感谢方四变的发言 接下来有请正方四变进行陈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分三个部分讲我的节变 第一个部分是 即使在你方的比较框架下 也是我方引 第二个部分是 双方的比较框架应该以正方的为准 第三个部分是 我们是如何在我的框架下正成的 首先是你方讲的东西 其实特别简单 你方讲的无非就是 虚拟不好 而且虚拟一定会倾压现实 可是你没有完成论证和比较 第一件事情 你只是在空口说白话 未来一定是唯一的 可是我问你 我们不断地在比赛当中问你 我们曾经在18世纪的时候 认为海洋是人类的未来 这点是联合国确认过的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海洋是人类的未来 就意味着人类应该抛弃陆地 从来没有过 反而我们发现 海洋大量是反驳了 这就是它带来的好处 你不能通过它带来的好处 就是双赢来证明 这不是我们的未来 你再回过头去循环地打 这是你的第一个谬 第二个问题是 你即使在你的比较之下 你的唯一的讲法是 没有办法突破新知 可是我方在前面 接着询的时候 明确解释过了 在元宇宙的世界里 在虚拟世界里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 首先你的那个 每个人无限的扩展体验 不可能 因为元宇宙里面 依然是社交 就好像现在 我们是在虚拟世界打辩论 但我不是在和NPC 那个NPC不会惯着我 我是在和你打辩论 而你也是一个人 在元宇宙当中 我们互相之间 也是人与人的交往 所以不会为所欲为 第二件事情 你讲那个探索先知 元宇宙也需要 物理引擎的规律支撑 任何一个虚拟世界 或者数字世界的算法 是需要符合 客观的逻辑和规律的 这就是为什么 很简单 各位很好理解 为什么程序员 写程序会出bug 如果按照对方所说的 我就是按照 已知来设定 就不会出bug了 这个是因为 我们任何一个人类 对于规律的认知 都是通过已知 总结 观察 得出规律 而在对于已知的 总结 观察和得出规律上 事实上 元宇宙能比人类 自己做得更好 因为它的算力更强 它的分析能力也更强 所以在这层上 它只是人类 对规律发现的模式升级 而不是由人类代替自然 成为了逻辑的主宰 所以你这个 你这个打破先知的论点 也没有正确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说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方讲我们躺平 其实对方才是躺平 对方是躺在那个体解上 虚拟世界打 可是讨论虚拟世界 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真的一定要在两者之间 做一个取舍 非此即彼吗 讨论二者的关系 难道不能是 二者如何相容 更好的我们 创造一个更好的人类世界吗 我们曾经认为 我们的祖先认为 树林和陆地是两个世界 我们在18世纪时候 认为陆地和海洋 是两个世界 后来我们认为 地表和天空是两个世界 但是慢慢的 这些世界与世界之间的边界 被不断地打破 而这就是我们 元宇宙发展的意思 元宇宙为什么叫metaverse 不叫virtualverse 为什么不叫虚拟宇宙 就是因为它是超越宇宙 它是合一的 这不只是提解给的定义 也是我们现实存在的声音 所以你要回答现实的声音 你就必须要回答 现实中我们想象的 未来的元宇宙是什么样子 而不是只打 你想打的那个稻草人 这是在论证 两者差异上 应该采取何方 最后一件事情 我发现稻草亚是 好 即使我们只聊虚拟这部分好 又怎么样呢 你方讲辅助 是在一定程度上 在某些方面 它辅助了现实 可是现实没有辅助虚拟吗 我们在现实中 做的所有的这些探索 目的是什么 是探索本身吗 不是 是为了人类的享受 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是为了个体的自由与解放 而这些事情 可以更好的帮助 我们在物理世界的探索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 更好的元宇宙 而在这个更好的元宇宙当中 我终于可以跨越 时空的界限 和你面对面的聊聊天 我终于可以推开卧室门 拥抱完我的妻子 推开卧室门 就能拥抱我的同事 而这一切 是现实对虚拟的辅助 互为辅助 没有界限 这才应该是人类未来 该有的样子 谢谢 好的 感谢双方面手的精彩表现